你的心思一举又如他漫画心上 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任你自以往 能从没去想 你是有多少张 兄弟们实在不好意思 我也是真的很无奈 这条白甲小雷龙还是没能活下来 而且死因是脱甲死亡 就是他的鳞片 后半部的鳞片 这边基本上已经快脱完了 刚才你们在视频的开头 应该有看到鱼缸底部有一层银片 全部是他脱下来的 这种死因我是第一次见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小雷龙是死在银龙这个缸里面的 因为之前放在大缸里的时候 伏恶和其他鱼全部去欺负那条小雷龙 后面我在评论区看到 你们让我把雷龙鱼移到银龙缸里面来 正好和我的想法一致 我就把小雷龙移到银龙缸里面来了 结果谁知道到最后还是没能活下来 在我发现缸底部有一层鳞片的时候 我就立马把缸里的水抽掉了三分之一 然后换上薪水 我怕雷龙得了什么病 到最后祸及银龙鱼 缸里面的鳞片我还没有完全抽完之内 一开始我看到钢底有一层鳞片的时候 我就认为是这条银龙鱼去攻击小雷龙了 但是小雷龙刚住了钢的时候 这条银龙鱼显得是特别的害怕 鬼知道后面它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认为现在考虑这些都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钢的水我只换了三分之一 我没敢全部换完 如果小雷龙是因为某种病导致脱甲死亡的话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央及这条银龙鱼 为什么我说很怕央及这条银龙鱼呢 因为小雷龙凉已经凉了 已成定局了 如果再祸及这条银龙鱼的话 那就得不偿失了 何况这条银龙近段时间已经开口了 状态非常的OK 我给它喂的就是这种小龙虾的虾米 把这种小龙虾的虾头 卸掉不要 然后把这个虾米给它挤出来 这个银龙特别爱吃 而且非常凶 它会从我手里面抢这个虾米 我胃科给你们看一下 这条银龙呢还没养多久 就已经不怎么怕人了 有的时候给它喂食的时候 它会到我手上来抢 我再给它喂个虾米看一下 它今天是什么状态 来 看到了 看到了下去了 看 瞅瞅 一口吞了吧 你说银龙鱼我从来没有养过 这第一条就可以养出这种状态来 而且今天因为我拿着手机在拍 它可能有点怕 平时只要我这样一伸手 立马就会上来这么抢 你说雷龙怎么搞的 就是养不好 就是搞不定 对于这个雷龙鱼呢 我真的很无奈 可能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我和这个雷龙鱼应该是没有缘分 老粉丝都知道 雷龙我买了可能有三四次了 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到最后 这条雷龙肯定得凉 包括还有我们买的鲨鱼 也是同样的状况 不说了 说多的都是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